S31的安裝機器 我是按照這一篇來做的 那它跟S3A要求的套件差不多 要Python 3.7 然後要這些指令 把它裝起來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照著指令安裝 那燒錄硬體的部分 我們要用到ESB Tool這個指令 所以請你使用這個指令 把它 裝起來 已經裝過了所以很快 清除韌體我們使用這個指令 一樣是ESB Tool 然後指定連線的位置 然後我們說我們要刪 刪掉Fresh 這個指令 我們可以去下載最新版本的韌體 在這裡 看你要下載哪一個 或是下載這個 有Web REP 這個 在這裡 我的PIN是這個 所以我們一樣去把它 燒入進去 那我把這裡這個改掉 確認一下是 現在這個版本 燃體 燒完了 我們要連線軟體一樣照著把它裝完 裝完以後 S3Extend這個 你裝過了就不用再裝 如果 如果沒有就照著裝 把它下載完 把它裝完 那我們接下來要上傳 MAN.py 還有這兩支 這兩支 點py程式 那這兩支 點py程式在 S3Extend裡面的 ESB8266 Microbit MicroPython 這個資料夾裡面 看一下 有MAN.py 還有這個 這兩個py 那我們要把它 上傳上去 上傳上去我們就把這指令 複製起來 一樣來這邊貼上 抱歉 複製 貼上 貼上 它使用的是AMPY指令 Port 然後 put上傳 MAN.py 上傳完了 再上傳 我們的 ESB8266 MIN.py 上傳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 把Wi-Fi 連上AP 那我們需要去改這個 boot.py 那我已經把它的內容 結錄在這裡 你可以使用 vim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vim boot.py 是空的 按下i 把這些全部貼上來 那你要 改的部分是這裡 你的家裡的 AP的 SSID 還有連線的 密碼 輸入完 存檔 存檔完 一樣 我們要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 放上去之後我們要重啟我們的ESP8266你可以拔掉USB 或重插或者是上面有一個reset按鈕 然後我們接下來使用的是這一個指令來看 我們按下 按下 reset按鈕 看一下它會連上我們的DHCP 然後會抓到 我們現在的IP是這一個 我們再看一次 抓到了 那你的IP是這一個 現在我們用的IP是這一個 那我們這個IP有用你可以複製起來 那你要離開是按下Ctrl-A和Ctrl-Q Ctrl-A按完再按Ctrl-Q 這樣就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是執行S31 S31 S31執行上去 這個IP是我們的 本機的IP 那 剛才的這個IP是 ESP8266的IP 所以我們當我們去執行 Squatch3 這個 這個網站上面的 選取擴充套件 這邊 它會提醒你 要輸入的是ESP8262的IP 所以你這個指令上來的時候 貼上來的時候是要貼ESP8266的IP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媒體 開啟解取裝置 為什麼要開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連線的狀態 那目前 我們 我們 接上 ESP8266的IP 它有一顆藍色的燈 這裡有一顆藍色的燈會亮 那 貼上這個 網址之後呢 我應該要把它縮小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執行的時候這個藍燈會洗掉 它有連上去的時候 這一個網頁跟ESP8266連上的時候 它燈會洗掉 看 洗掉 執行完它就洗掉 表示它有連上去 連上去這樣就可以 溝通好就可以執行 那我們亮燈 我們現在亮燈 我們是使用12角 角位 接到的位置是 亮是10 然後 間隔 我們給它亮10次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接的角位是在這裡 就是D6的位置 可是它的角位你要寫 它的角位是12 它的角位是12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它的 實際的 狀況 那我們把這邊說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亮燈的狀態 那我是接到一個 紅綠燈的一個套件模組 那接的是 等一下閃的 會是 綠燈 會是綠燈 看一下 好我們執行 有沒有看到綠燈 一閃一閃 一閃一閃 這樣子 ESP8266 就可以使用 Squish3的 積木來執行 是 有 是 有 是 是 有 是 谢谢观看